在职场神剧《雍正王朝》中 有一个职场人必须要重点关注的人物 那就是能从一个小乞丐 一路做到两江总督 清朝九大丰江大力之一的李渭 那么李渭为何能在职场逆袭 成为雍正身边的第一宠臣呢 今天这篇文章要聊的 就是李渭在职场上的突出表现 一封信的细节 火烧百官行术一事发生后 南巡的康老爷子 为了弄清事情真相 将剿灭江夏镇的年庚瑶 晋升为四川巡抚 以此为由头 照年庚瑶前来问话 在年庚瑶出发之前 乌司道谨慎地向老四提议 为防止升为封江大力的年庚瑶 脱离掌控 惹下大祸 从而影响老四的夺敌大忌 应该派个人去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老四本就对年庚瑶在江夏镇一行中 暗中吞没几百万两白银的行为不满 听了乌司道的建议 立马决定派出手底下的心腹李卫 去盯着年庚瑶 为此 在老四的暗中授一下 在四伏进的积极配合下 李卫按老四编写的剧本大纲 上哑了一出 深夜和翠儿钻四爷府小树林的荒唐戏码 而前来 向老四告别的年庚瑶 原本见李卫和翠儿被绑在树上并没有多想 可当他面见老四时 竟发现领导夫人破天荒地露了头 人情事故大师年庚瑶 一瞬间就察觉到了其中的问题 原来领导这是不放心我呀 弄了这么一出戏 就是想派个眼线来看着我 身为下属被领导猜忌怀疑 是可幸而又可悲的 可幸于 这足以证明你对于领导 有相当大的利用价值 否则领导在疑心初起的那一刻 就可以将你列为观察对象 或是直接判你死刑 而可悲的是 你若不能想办法打消领导的疑心 那么就会陷入一种极为尴尬的拉锯战 你只有不断凸显价值 才能对抗领导 对你与日俱增的疑心 而你若不能在这期间 拥有和领导分庭抗礼的实力 那么最终的失败 就只是时间的问题 对此 年庚瑶别无选择 此时出言解释 不仅于现状无意 还会让领导下不来台 倒不如假装若无其事地 配合领导往下演 你是自己的问心无愧 果然 老四见年庚瑶如此实实物 以为深长地看了一眼 随后严肃的脸上 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而即将步入官场的李渭 也是通过眼前的这件事 学到了职场的第一课 身为下属 要想得到领导的认可 不仅要机灵有眼力 见回百事 更关键的是要懂得 让领导放心 那么 李渭是如何做的呢 随着剧情的发展 在老四一系列的背后操作下 解八野党之手 引爆了太子写给任伯安的那封信 从而导致了太子二次被废 随后 九子夺敌迎来了高潮时刻 不久之后 康老爷子派往西北平乱的六万大军中了准嘎尔的埋伏 全军覆灭 一场争夺大将君王的好戏 拉开了帷幕 在这场大戏中 原来吃斋念佛的老四 也打算放手一搏争夺兵权 可听完乌思道的分析 得知老十四才是康老爷子心中的不二人选 于是听从了乌思道的建议 主动举荐老十四为大将君王 来换取陕甘总督这个位置 暗中用粮草供给来钳制老十四所掌握的兵权 就这样 年庚瑶对于老四的价值再次得到了体现 成了老四心目中闪甘总督的最佳人选 而就当老四和老十四谈好交易 年庚瑶声任闪甘总督一事 基本摆上钉钉之时 老四突然收到了李渭寄来的天书密信 在信上 错别字连天的李渭 用别角的天书语言 向领导表达了真挚的问候 而当通过老四的翻译 让乌思道和年秋月 听懂信中要表达的意思时 当场惹得乌年二人捧腹大笑 主子 奴才李渭狗帅老婆翠 和主子扶朴盖头了 这是给主子扶紧磕头啊 请注意 在这封信中有一个特殊的小细节 李渭在汇报无伤大雅的小事时 错别字连天 可一涉及到监视年庚瑶动向的秘密任务时 年庚瑶这几个字却没有丝毫的错误 而这就是李渭的聪明之处 很多时候想让领导注意到你对待工作的态度 最佳的方式就是通过这种看似寻常 实则又极为巧妙的小细节 作为领导 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 这也就是意味着领导绝不会用大量的时间 精力去观察与甄别你的能力和态度 同时大多数领导又有多疑的特性 他不会相信你故意表现出来的 反倒愿意相信你不经意间流露出的细节 领导通过他所看到的细节 就完成了对你亏一般而知全报的整体评价 而李渭通过这封信中流露出的小细节 就巧妙地完成了在老司心里的加分 要知道李渭没写错年庚瑶这几个字 就足以说明他对领导以及领导所交代的任务的重视程度 这也是老司看信时脸上满是笑容的原因所在 此时我们还需要注意一点 如果这个细节是李渭有意而知的 是故意写错其他的字 来凸显他对年庚瑶这三个字的重视 以此来得到老司的认可 那么李渭这个人很可能要比我们眼下所看到的 还要厉害得多 下降不行的背后规则 在电视剧《雍正王朝》中 有一段关于李渭混职场的名场面 那就是晋升为四品良道的李渭 在回京看望老四时 还没到领导家门口就选择了下降不行 很多人对这段剧情的关注点 都放在了后续李渭老婆翠儿的语言艺术 以及李渭两口子给儿子启名为李中四爷的镜头上 从而忽略了对职场人最具有教育意义的地方 其实对于职场人来说 真正应该关注的是李渭下降不行的这一举动 以及在这其中所隐含的职场规则 在年庚瑶晋升为陕甘总督后 跟在年庚瑶身边的李渭也一路水涨船高 从七品县令升为四品良道 恰逢康老爷子大寿之际 李渭带着老婆孩子一块返京来看望老四 原本坐着轿子的李渭刚到领导家的胡同口 就连忙喊教夫停轿 随后对老婆翠儿说的 咱们呢走着去 在主子这儿可没咱们坐轿的份 注意 此时提议下降不行的李渭并没有意识到 接下来会跟领导在家门口相遇 这也就是说 李渭的这一举动并不是为了在领导面前表现 而是一种自发性的行为 而这就是李渭能成为雍正第一宠臣的关键原因之一 为什么在职场中 很多人原本是领导身边的红人 可随着时间的变换 职位刚提升了些许 就开始原地踏步 明摆着是被领导打入了冷宫 又为什么在职场中 一些人明明能力不差 为人也机灵 可就是难以踏入职位晋升的序列 发生这种情况 很可能就是因为你的行为 犯了职场的大忌 触碰了职场的规则 身为下属 在领导面前 却没有摆证自己的身份 或许一些人会对这样的观点不屑一顾 可从古至今 有些东西就是从未改变过的 这与等级无关 这与尊卑无关 身在局中 要想上进 就得遵守相应的规则 这就是现实 有些人可能会问 我为什么非要尊重领导 你当然可以不尊重 但你要清楚的是 这样并不能证明你清高 也不能证明你有多么光棍 只能说明你不懂事 不懂规则 不懂礼貌 为何现实中有一门课程 叫做职场礼仪 为何在酒桌上 在接待中 甚至在坐车时 都会有相应的座位安排 礼仪规定 又为何发言要有顺序 职务要有高低 种种一系列事都在表明一点 规矩始终存在着 你说你要自由 可你要明白明白一点 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绝对的自由 若非如此 交通为何还要设置红绿灯 你说你就是不想遵守规则 这当然可以 前提是你就得拥有 超越规则的实力或是能力 比如说你就是能力突出 突出到全公司 全单位缺少了你 就不能正常运转 那个时候你自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对抗规则 否则你的对抗规则 就是在皮肤汗数 就是在眼高手低 就是不懂事 要知道现实是 你在职场上的晋升 就是需要先得到领导的认可 而你的晋升 涉及到的不仅仅是 个人的事业发展与前途 还包括背后一个小家庭的 欢声和笑语 在剧中 李卫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 才会时时刻刻告诫自己 在老四面前摆正自己的身份 才会逐渐成为老四的心腹 步步高升至两江总督 这样举足轻重的职位 而年庚瑶 就是赤裸裸的反面教材 后来晋升为 辖制四省的大将军后 立马进入了高开封走的状态 把雍正当作自己的对标账号 摆不证自己是下属的身份 妄图与老四平起平坐 这才导致着他最终悲惨的结局 回到剧情 当老四通过翠儿 得知李卫步行前来的真相 原来是坐轿来的 到了胡同口 狗说在主子面前坐轿不恭敬 这才走了进来 注意 听了翠儿的话 老四看向李卫呢 充满认可的满意眼神 其实在这一刻 就基本奠定了 李卫在老四手下 定会有飞黄腾达的一天 而在剧中 年庚瑶若是能有李卫这般的觉悟 未必会闹个被刺死的结局 李卫最大的职场危机 巨大的危机与重大的机遇 成为良道的李卫 下轿步行去看望老四的那天 对李卫表现极为满意的老四 说了这么一段话 我现在要赶到宫里去 你们先去看看附近 过后李卫到封婉婷乌先生那等我 晚饭咱们一块吃 为什么老四要特意叮嘱李卫去封婉婷 找乌四道呢 注意 这并不是在和李卫约定吃饭的地点 而是对李卫一次极为关键的试探 可以说 接下来将会是李卫在职场遭遇的最大一次危机 而只要李卫能顺利度过这次危机 就会彻底得到老四的认可 老四走后 李卫和翠儿一进入四野府 便开始分头行动 翠儿带着李中去看望四附近 在那儿 翠儿不仅得到了四附近赏赐的寓所 还得到了四附近给予的鸡毛零件 要是他敢欺负你啊 告诉我 我给你做主 然而这一边欢声笑语 李卫那边却面临着巨大的考验 李卫来到高福的住所 看着四周凋敝惨败的景象 当即意识到他的发小已经惨遭不测 而能在四野府将高福杀害的人只有一个 那就是四野 就在李卫陷入回忆的时刻 得到老四暗示的乌思道 悄然来到了李卫的身边 而接下来二人的对话 不仅涉及到李卫未来的前途 更涉及到李卫这一次 能不能平安走出四野府 或许是乌思道 仍自愧于当年高福之死 于是在开启试探之前 先给了李卫一个极为重要的提醒 多少人十年寒窗 求这个顶子而不可得呀 狗儿 你可要好自为之 何为好自为之 乌思道 这是在提醒李卫 万不可因为高福之死 而对老四心生怨愤 从而因小失大 断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 而对于李卫来说 又何须乌思道出言提醒 注意剧情中的一个细节 在乌思道出言提醒之前 秋风扫落树叶 见此李卫极为小心地 吹掉了棺帽上的落叶 并细心地用手打了 胆红色的音声 这一细节就说明 得知高福已死的李卫 已经意识到 乌思道是老四安排过来的考核官 此时一旦他因高福之死 而流露出不满或是怨愤 势必无法通过领导安排的考验 也因此听了乌思道的话 李卫立马回道 吴先生 您说的意思我明白 做人和做官一个理 就是不能忘本 乌思道见李卫如此上道 便追问李卫 什么才叫不能忘本 李卫答道 这个道理很简单 就拿我来说吧 原是个小叫花子 有了四爷才有了我的今天 四爷就是我的本 什么时候忘了四爷 我这个树枝尖上的叶子 也就没了根 就会枯死 李卫的话意思很明显 吴先生 您的提醒我明白 我是不会做出浑事来的 领导为何要处死高福 我不清楚 但我清楚一点 我现在的一切都是领导给的 既如此 我就得感恩 我就不能忘本 也就是说 无论何时 我都不会做对不起领导的事 否则 我就愧对一个人字 说完这些话 李卫问吴思道 吴先生 您说我说的对吗 言外之意 吴先生 您看我给出的答案 能不能过关 吴思道笑着答复 如此可叫也 此时 我们再回到这段剧情 李卫说的这段话 是不是真心的 咱们姑且不去讨论 但我们要注意一点 就是李卫通过他的这段话 想要表达出来的一个关键点 做人和做官一个理 就是不能忘本 其实这又何尝只是当官和做人的理 在职场上要想混得好 也必须要遵循这个理 当然 这并不是说为此 我们就要无情无原则 而是说 在不触碰原则和底线的基础之上 要想在职场有所发展 就必须要学会感恩 更要学会做人 一旦所做的是 已经对不起那个人字 又何谈领导的认可 更何谈在人群中求发展呢 毕竟对于我们大多数普通人来说 最容易得到领导认可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为人 这也就是为何有人会说 人到最后 其实混的就是一个人品 所以 这也就是如此